大家好,我是咕咕,今天我们来一起看飞雪小姐探案集第二季的第八集 女医生受到突突校长的邀请,在医学院认教 在她带学生们进行解剖实验的时候,发现躺在解剖台上的竟然是本校的卡教授 当然这并不是教授捐献的遗体,而是有人谋杀了卡教授,并和原来的尸体做了调换 如果不是女医生今早去火炉间,恰好选择了卡教授的尸体做解剖的话 可能都不会有人发现卡教授遇害 作为闺蜜,女医生自然是找飞雪来调查此案,突突校长则选择报警 来的人正是解割探长 上一集里两个人让人要散伙,此时一见面不免有一些尴尬 飞雪主动表示可以退出,女医生不同意了 自己特意让飞雪组合来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疗效的 卡教授是被人用力气割喉失血过多身亡 后如今的钥匙不见了,相信凶手是熟悉学校构造的内部人员 美妹是卡教授带的学生,也是医学院里唯一的女学生 平时她经常受到富二代同学的欺负 但也有一个叫查理的男同学会挺身而出保护她 杰克探长准备调查卡教授的办公室时 遭到了美妹的阻难,她直溜的要守护,卡教授的知识遗产 幸好有飞雪的安抚,好不容易才能够进去 飞雪一眼就看出了屋内的画,挂歪了 挪开后一个保险箱出现在眼前 这时学员的出纳,老白进来说你们就别费劲了 这保险箱卡教授每天都要换一次密码的 除了她自己没有人能够打开 但她不知道的是,飞雪开锁技能满点 纸码开门,里面只剩下一张纸 美妹紧张的说这是属于祈祷书的一页 应该有整本的,但是现在都不见了 另外本学期医学考试中的头骨也应该在里面的 现在也一起烧失了 美妹和卡教授一样都非常重视这本《切道书》 现在老师也不在了,双重打击让美妹有点自闭 飞雪在安慰的时候发现了地上的血迹 顺着血迹,他们很快地找到了凶器 就是卡教授办公室附近展示台上的军刀 接着美妹发现了第一案发现场 在中庭的草地上,有一大滩的血迹 相信卡教授就是在这里遇害 并且失血过多伤亡的 美妹没有意识到自己就站在血迹镇中央 等飞雪提醒她的时候,她愁了一眼脚下就晕了过去 一血深,晕血,不应该啊 杰克探长把美妹带去了休息室 查理紧随其后,在进屋后给美妹找了条毯子盖上 飞雪注意到,拿毯子的时候 查理顺手还拿走了别的东西 就示意小警员跟上 转警后的美妹发现身下有一只死老鼠 便猜到这又是富二代在捉弄自己 富二代知道美妹经常在这里休息 所以设置了很多的小惊吓 至于她为什么这么针对美妹 除了性别的歧视 更多的是报复美妹 举报她考试作弊的事情 费雪和杰克探长 转编和图图校长 以及老白讨论着案情 费雪不解 为什么卡老师要把头骨锁起来 头骨不都差不多的吗 图图校长解释 不同的头骨有不同的病理特征 丢舍那可是卡老师挑选出来测试考生的能力的 相信有一定的特殊性 所以才要锁起来 不能够提前的泄露出去 毕竟这关乎到本学及医学奖学金的得主 比如图图校长带的学生查理 因为家庭情况并不好 就非常需要这笔奖金了 小景元这边跟上了查理 发现她刚才拿的东西 正是火炉房丢失的钥匙 她解释 这是刚才在拿毯子时 在美妹的抽屉里发现的 她出于要保护美妹 所以想把这个钥匙偷偷扔掉 另一边费雪带无家可贵的美妹回家暂住 但很快就发生了意外 准确地说 是美妹带去费雪家的国将 害男管家晕了过去 这个国将是之前休息室里美妹拿回来的 加上之前钥匙的事情 费雪相信是有人在陷害美妹 最可疑的就是那个富二代了 她淡定地说 昨晚她确实是在休息室 但是是美妹邀请她去的 甚至还想要非礼她 美妹非礼她 费雪直说不可能 自己一个女的碰一下美妹 她都要反感半天 更别说欺负她的富二代了 找美妹对质 她说富二代说对了一半 昨晚她俩是在一个屋 是老白告诉自己 富二代要找自己道歉 得过去之后 富二代压根就没有搭理她 美妹在休息室里 就不知不觉地昏睡了过去 至于非礼的那一部分就纯属 富二代的歪歪了 闻上美妹在拿着 祈祷书的手抄本做研究 突然屋子一黑 有一个男人袭击了美妹 费雪听到东京也下楼帮忙 但力量上还是输了 手抄本被对方抢走 东西被讲 但犯人也留下了一条手帕 费雪闻出了上面烟斗丝的味道 医学院里抽烟的也就老白了 费雪指认老白 是昨天抢走手抄本的犯人 老白很是圆滑 对所有的事情都是否定的态度 人套不出话 资料不会说谎 从她的房间里 搜出了她记录 学校老师的资料 这些老白还在美美的国家里 加入令人试睡的药物成分 检测出来是类似图真剂的东西 老白的这一波操作 疑似有间谍的可能 费雪断定 老白做知仙 无疑就是想要得到祈祷书 这边小警员上厕所途中 真的是途中 发现了南侧里发着的头骨 而费雪跟着鬼鬼祟祟的查理 来到了中庭 发现他挖出了卡教授遇害旁 埋着的祈祷书 老白这时也举枪 逼着查理教书书籍 尽管杰克探长跟着费雪 及时赶到控制住了场面 被抓的查理表示 自己是早上收到利明信件的指使 上面说 让他去卡教授遇害的地方 去挖出祈祷书 杰克探长 从发现人对卡教授的称呼 察觉到写信的人是富二代 富二代指了交代 案发那一晚的事情 他等到妹妹睡着后 出门去找卡教授 进去他的办公室 发现没有人 但是考试的头骨和祈祷书 就这么放在桌子上 这么好的机会 富二代自然是不会错过 就顺手牵羊 甚至第二天 卡教授出了事 富二代知道这两样东西 在自己的手上 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就把头骨放到了南侧 祈祷书买了让查理去挖 如果查理和富二代都不是凶手 那嫌疑人就只有老白了 但是他还是和之前一样 绝对不提自己执着 祈祷书的原因 好在妹妹还有手抄本的备份 费雪和杰克探长 联手一起研究 其中暗号的意思 发现其中 极有可能隐藏了 战时牺牲的两位英雄 牺牲的真实原因 其实是被队友误杀的 这本祈祷书是卡教授战后得到的 可能是某个知情的人 把这个秘密加在了祈祷书中 但是具体的缘由 已经无从得知了 因为上头命令杰克探长 放了老白 显然老白背后有大的后台靠山 如果调查学校老师 回收祈祷书都是上头实意 那么杰斯卡教授的事情 是不是也是上级的受益呢 之前找回了考试头骨 女生发现 头骨的编号并不在学校的记录里 正奇怪这头骨是谁使 查理站出来 说这是兔兔校长给自己销毁的 但他选择把头骨转交给了卡教授 原来兔兔校长是种族偏见的拥护者 在他看来 白种男女才是应该站在金字塔顶端的 而眼前这个卡教授用来做考试的头骨 恰恰是一名从名校毕业的黑人女性 有色加女性 简直是对兔兔校长理论的双重打击 而卡教授恰恰就要拿他作为考试的题目 简直是对兔兔校长的公开处刑 所以案发当晚 当兔兔校长得知此事后 就丧失理智地提刀追赶卡教授 并杀害了他 接着又把钥匙放在休息室里 准备嫁货给他看不起的妹妹 经过本案也再次证明了 费解组合的配合无间 两人也是一杯敏恩仇 散伙危机成功化解 本集完 好啦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咕咕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麻烦点赞收藏关注一下下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